看這一題 他說小禎與他的五位朋友參加保齡球比賽 這個圖是他們所得分數的合狀圖 如果小禎所得的分數是他們六年的平均分數 小禎所得的分數是平均分數 那麼小禎得到幾分 好我們看這個頭狀圖 就是說資料的最小值是120 那120的話就是某一個人的數 某一個人分數就是D1 我假設這六個人的分數 我從小到大把它叫做D1、D2、D3、D4、D5、D2 所以最少分的就是120 這是120 最多分的是210 再來我們看這個第一室溫位數 第一室溫位數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前50%資料的中位數 現在他有六個數字 有六個資料 那前面50%的話就是這三個數 那麼他的中位數就是這個數 所以這個數是145 145 好再來我們看看 看了這個中位數 中位數是175 所謂中位數就是所有資料裡面中間那個數 那現在呢 資料數有六個 所以中間那個數有兩個 這兩個的話呢 這兩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這六個資料的中間 中間那兩個數 所以中位數就是這兩個加起來除以二 也就是說 175的話 就是這兩個數加起來除以二 這是175 好再來我們看看第三室溫位數 第三室溫位數呢 就是後面50%資料的中位數 後面50%的話 資料就是這三個數 的中位數就是這個數 這個數是195 好那這樣的話 這個他的總分數 總分數的話我們叫做S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個數 120 加上145 那加多少 中間這兩個數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175 乘以二 因為175 是這兩個加起來除以二 所以D3加D4是等多少 等於175 乘以二 再加這個 195 再加210 等於1020 1020 1020 對 他說小真的分數 是他們的算數平均數 所以這個算數平均數 就等於總分數 除以人數 人數是6 除以N 這個等到 這是1020 除以6個人 給他除以6個人 170 所以小真的分數是170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選C 是3 5 4 5 5 6 5